因為雷歐娜算是少數輔助扛得住那兩波勾爆發的英雄 選賽特也行 就是看她W能吃到多少傷害 然後能幫這個亞飛利補多少傷害 是 但賽特比較怕的 她跟雷歐娜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們後期是一樣的方式進場 但坦度不是同一個level的 有先推的能力 對 那造性是選擇要直接 勾到了 直接開榜 賽特被留住 我不覺得你一等的時候對線是發生什麼事情 喔 那對面是兩等gank 兩等gank啊 抓柔依 這個賽特斯好像交掉了 交閃 而且對面造性是 一起當千騎手喔 所以讓這個閃現之後就可以逃走 再住 沒閃的柔依 可以殺吧 賽特斯練到就行啦 對面 走出來看一下 你好 我很好 你好嗎 他們的discord 你不回我 他們的discord不好 好 相反不打起來啦 他們的感情不是很好啊 賽特被留住在他三等的 收入攻擊 綁紅 大賽亞布依爾傷害用Q技能想貼 一而再再而三 你一定要賽勒斯先手啦 不能每次都是造性先手 這個造性先手 造性先手感覺有點難殺 聽說你是mvp喔 要來抓看守戀命中 腳往右面種造性的一騎當千 看起來騎不到 對面人來了 看影感到在看影的傷害其實不太足夠的 偷一個大附身 同時直接把中路 給擊殺手殺 又派到米環寶打下 好 終於成功一波了 這個中野gang的畫面一定是中路先手 在柔衣沒閃的情況下是 很好抓到機會的 是 哇 月宇重套在身上 阿姆選的先來救駕 留住了賽特丹賽特的獸魂轟拳 這一巴的傷害 這本身這波線就不好擠 喔 看影 對 感覺要硬蓋大了 來了 直接蓋住 無影滅進來 出鏡的刷 在對面 結束了 凱克斯經濟結界之後 交閃直接跑掉了 這個閃交得很果斷 完全不給看影打爆發加 接R就是個機會 是 往另外一邊 來蹲了 看到囉 哇 沒招了 看影打不了 不過上半部自家的上路也撐不住了 二選一要殺對面打野 還是要保自己上路呢 同時下半部開打 賽特的一個進場從來並不足夠 雅菲利歐大絕也被躲在家裡 一個閃現 另外往前撞也沒撞到 什麼意思 阿姆回來的那傷害不足夠被反點 超級多的迴力 要呆發 就可以拿下 Double Kill 但頭也是要給到對面的輔助 貼臉了耶 沒有丟到有點過分 那個是阿姆自己控的啦 他這裡沒有撞到 這裡先打起來 但其實 小飛的狗狀態有點硬 這裡有點一波打兩波嗎 他一拉二耶 那這波他們應該要贏 這個賽特玩得太好了 然後把傷害吃掉 這個鐵臉沒有 他這裡中了好像對面會 中了會贏啊 因為中了他可以再接Q嘛 然後克里斯塔就有機會就會丟 我覺得他們就會拚 有機會疊四到五個毛 來到下半部的位置 賽特這一爆發 之後把一次撞到三個人 偷上了阿姆的大支 在賽勒斯任期間聚過 現在也定到三個 有練到 套學茅斯快要跑不掉了 回到自己的中塔 對面再一個時候 完全搭配了 造勢的W 完美的配合 中路三打三 哪打了一個零換二 打對 對 我怎麼會沒講喔 來到中路 海格斯基金直接蓋住三個人 哇呀 終於有機會 哇上半部 沒壓CS了 但壓塔了 這裡因為有勝利的已經超出來了 這裝備有點領先 喔來到了下半部的位置 要殺的是榮毅 但榮毅有一個虛羅傑賽 是快要死掉了 偷了一個榮毅的大 但沒有效果反而彈了回去 這讓造型直接被留在了原地 吃了一個阿波大隻的死亡 還有一個護盾 沙媽看大絕 正在考慮要做擊殺 鋼鐵勾出來 踢到 被開給留住 後面還有一個阿姆進來 三重的一個進攻 疊了一個小兵 疊了一個小兵 很細啊 繼續拉扯 等下個鋼鐵勾射嗎 敢踢嗎 對面也在拉扯 鋼鐵勾射來了 想用Q斷沒斷到 不然又只能正面的對決 但第二個 結果已經達殘了 在一個賞掉隊 緩速想繼續的追擊 Brian不想讓對面走一個TP 要來看到TP的瞬間 Brian給了一腳 鋼鐵勾射要手走掉 有點中心 他是各種扭Q之後 騙到一個TP之後 鋼鐵勾射好直接拉開 而中路呢 趙姓 又是我嗎 又是你嗎 我是趙子龍 趙子龍 我接到阿姆姆了 我接到了 我死了 左邊可以撕打 解進化躲 哇扯死 對面的越野手屋 再扯 不過賽特來了 這一爆大聲TP過來的 二殺死 能砍嗎 砍起來了 但隊友 沒辦法再繼續跟殘血的 牛皮罐兩人要跑 是 不管在傷害面向或續戰能力都是非常強 是阿姆被留到 要O1嗎 阿姆會死嗎 看雷格達的隊友並不在身旁 這連續三人的傷害直接跪倒在了巴龍旁邊 賽特斯 他被看光光了耶 他沒被看到吧 感覺是對面被看到 我說左邊被看光光 哇被包夾啦 賽特斯來了 要抓誰 看到了後面是柔依馬 正面大是大兩個 而後面的位置 二殺死可能要死了嗎 叫個閃線離開二 正面撐住了 卡米爾沒死 而且左邊看也在拖 這場克里斯拉開始收割了 還在拖時間 正面位置二殺死已經倒了 已經看也跑掉了 一部位置賽特斯找不到屁辣 被克里斯拉殺死了 Double kill 一部位置 卡米爾進場 踢著身後排 兩邊丟被擊殺 字幕團戰 可以再少一個 那下S了 好選保持牛皮罐 好逼喔 好逼喔 對 這是完全戰力是分散的 他們沒有把火力 其實這裡的包夾 看位置他們是要贏的 那二殺死這個 你它是被三個人包夾 那左半邊的人 一下要打右邊 一下要打左邊 就是全部人是分開的 打誰打誰 打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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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有賣資源 沒有 好選保持牛皮罐 要擊中 要用柔衣的poke 去GCR 中了 造星要走了 反三四打五 阿姆進來 打四個 卡米爾進場 直接倒到了後排 賽特雖然 抱走了卡米爾 用亞菲列歐輸出攻堅 但還有機會再打嗎 正面賽特斯也被收下了 這一波 好選保持牛皮罐 是死了兩個人 但柔衣的poke還在持續 殘血的情況下 派到明晚寶 懸掉要衝出來 那最後都倒了 是 這個開得好像有點 其實可以先點塔 大四個已經很棒了 可是正在扛塔 就是那個造星的狀態 已經不好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先點塔就好了 對他們在點塔的時候 是無打 是如果對方自己開進來的話 他們再反開就好了 那後續就真的是 可能衝得有點太深了啦 所以導致隊友的傷害是跟不到了 好 這一波 對這裡就 讓那個炮車跑那個炮車 對面也推不了 對面的手沒這麼長 發路結束了 開始了開戰 阿姆姆 進場被抱走 隊友是不理他 選擇先打後面的造星 TP過來 卡麗爾剛才又是沒中 直接被造星的 這個表給拖了一點時間 在正面位置 造星還是倒下 同時阿姆姆也跟著死亡 正面位置 卡麗爾要追尋下一個目標 後面還有一個看影附身之後 在後面開始的時候 把雅菲就給擊殺了 可以打開 只跳遠沒人阻止嗎 塞的時候找不到目標 請的方向 衝打到之前隊友 全部倒下 卡麗爾倒下 但是 成為最後一個派到的秉魂寶 因為在1就被克里斯塔 痛苦失扯 扯完之後比賽 也要被扯掉了 應該是1波到了啦 但我得說 這個 阿姆開得很好 那個克里斯塔 大家覺得從來沒有救過他 你知道嗎 他上一波跟這一波 都是衝進去 然後那個都沒有被拉回 但 反而是一個人限制到 對方的整個後排之後 這個 克里斯塔先把對方的前排跳掉 然後後面就 像剛剛講的 他們的combo打出來 卡麗爾跟凱影 直接就是兩個人一督對方的AD 所以AD是沒有操作空間的 是 我們要恭喜的是 浩瑄茅斯牛皮罐 2-0 一直都在 大家放心 那來看一下 這第二場的一個對決 浩瑄茅斯牛皮罐 27分 我們要看到這把獲勝之後的 浩瑄茅斯牛皮罐 他的MVP 是哪一位選手 我們來看一下 恭喜就是上班部 Brian 在選手的位置叫做 冠冠 你的得意門生 拿下了MVP 他好像變胖 哈哈哈 感覺在DCG過得不錯喔 還是你 這個我們請冠冠用 手勢來比一下 看一下 那又他剛剛什麼 真的 我看到了 好像是某個熟悉的 實況主的動作 他這一把我覺得最好